大家好 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 我是Ryno 现在是美东时间23点3月10号 周五晚上的6点45分 今天的行情很刺激 硅谷银行的爆雷夹杂着混乱的非农数据 标普是终于下破了3900点 两个月的豆腐是终于磨成了豆腐渣 好歹是有个结果了 那么后面我会讲到行情下一步的走势 以及我的买卖考量 在这个之前首先谈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非农到底是好还是坏 另外一个是硅谷银行的爆雷 对于金融系统以及对于银行业来讲 到底是机会还是风险 好 首先我们看一下在2月的分通数据 这个数据是31.1万个工作岗位高于预期 这个也是创纪录的连续第10次超出了普遍预期 所以这个预期现在确实是不太准 我们看一下细节 就是增幅最大的行业和减少最多的行业 那么增长最多的行业还是零售 增长了5万人 秀仙和酒店是增长了10.5万人 这两个行业在最近的几个季度都是非常强劲 那么减少最多的行业 第一个是科技减少了约25,000人 那么制造业减少了约4,000人 所以现在感觉是这种直接面向消费者的行业仍旧是保持韧性 那么超出预期的就业人数是不是会增加美联储3月加息50个基点的概率呢 结果是恰恰相反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3月份的市场压住的加息概率 那么市场现在又回到了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占大多数 来到了60%左右 这是为什么呢 前几天不是还加息50个基点吗 怎么今天超出预期的飞农会带来一个逆转呢 如果我们看飞农这个细节啊 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一次的飞农失业率是3.6% 高于预期的3.4%和前值的3.4% 那么平均时薪的涨幅也只有0.2% 低于预期的0.3%和前值的0.3% 那么劳动参与率这边也是小幅上升啊 62.5%比之前的62.4%要多了0.1% 那么这里边呢 我们说为什么会出现市场认为整个的加息 不会那么激进了呢 首先啊 我们说当增加的就业人数比预期多10万的 这么大一个数值的时候 失业率却意外的上升到了3.6% 再加上劳动参与率上升了 那么劳动力的人数实际上在过去的三个月 总共是增加了170万人 失业的工人数量从5694万 跃升至5936万 超过了就业人数的增长的数量 就业人数增长的是从160.138万 上升到了160.315万 所以实际上 整体社会失去工作的绝对人的数量 远大于非农增长的数量 那么其次 由于劳动参与率的上升 限制了工资的涨幅 那么工资的增幅是低于预期的 表明工资通胀有可能已经有达到顶峰的迹象 这个是美联储想要的数据 咱们抛开道德层面不说 这个表明他们肯定会说 他们抗通胀有功 因为工资增幅减缓了 对吧 特别是对于企业来讲 成本的下降也是一个利好 因为这样的话会增加他们的潜在的盈利能力 另外失业率的上升 还会进一步加剧工资成本的减缓 这都是美联储想看到的 从政绩上来讲是他们需要看到的 那么考虑到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比较担心 说工资上涨会导致通胀走高 那么这一系列的数据 部分平息了3月加息50个基点的担忧 尽管目前3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 重新占了优势 但是我认为这个概率现在看起来还不够大 还存在一些变数 这就是下周的CPI数据非常的关键 它会最终确定到底3月是加息25个基点 还是50个基点 以及咱们后面会看到新的预期峰值的变化 今天实际上我们从另外的债券方面也能看出来 债券收益率大跌 这个可以称之为暴跌 一个就是由于加息预期的减少导致的 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延续了昨天讲过的避险交易 硅谷银行的暴雷是让不少的资金都短暂的转移到了国债市场 今天咱们如果去看像什么2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 国债你会看到它是放量 放量暴涨3.45% 为什么3.45%是暴涨呢 对于国债来讲三个点的涨幅已经是暴涨了 而且是放了非常大的量 其实现在我认为 为什么我说这是短期市场资金转到了国债 是因为我认为美联储的加息峰值还有悬念 国债收益率的理论的底部 就是长线国债收益率的理论底部 可能还没有到来 所以我认为它是一个短期的 那么如果等到这次的硅谷银行的风波结束之后 国债收益率很有可能会再次爬升 资金有可能会重新流出国债 因为我们把这里边的一个黑天鹅的风险事件要考虑进去 它并不是一个绝对由于加息的概率降低导致的一个买盘 好 那么说到了关于硅谷银行 还是要多提一句 就是由于不少的朋友现在开始担心 就是说很多的机构都在硅谷银行里边存钱 包括很多的像什么大型的初创企业 还有像什么瑞典的最大的养老金管理机构 说它会不会成为雷曼兄弟 会不会导致金融大动荡 那么我看一下SVB现在的进展是什么样的 其实昨天硅谷银行已经是被加州金融保护和创新局下令关闭了 已经是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接管 而且是发了一个公告 说截止到2022年的12月31号 硅谷银行的总资产是2090亿美金 总的存款是1754亿 那么这个存款是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在适用的限额下提供联邦保险 而且美国财长耶伦是召集了很多部门开会 要淡化硅谷银行危机的一个风险和影响 那么他接下来的走势 我认为他很有可能会被收购 或者由政府提供暂时的救助 而且我认为硅谷银行的情况 是由于他们的经营问题造成的 同样的问题在其他类似的银行上没有那么严重 它并不具有普遍性 比如咱们看到其实在硅谷银行的流动性危机 传出来之后 今天有几个类似的区域性的银行 也是开盘暴跌 你看FRC第一共和银行 今天盘中的跌幅最高的时候 差不多是接近50%的一个跌幅 基本上跟硅谷银行差不多了 对不对 代表大家非常担心 但是公司很快就发布了一个澄清 我们来看一下 他这个报告里说说他们的存款总额是615亿 但警告说由于季节性和月度活动 到本季度末存款余额将交这一水平有所下降 但公司确认全年的存款增长预期是13%到17% 第二点是截止到2月28号 银行资产负债表上有25亿的现金 持有到期证券占资产的比例不到2% 未确认的亏损是1.92亿 投资组合不到银行总资产的15% 只有不到2%的银行总资产 被归类为可供出售的资产 那么他们的平均存款账户规模低于20万美金 企业的规模低于50万美金 科技相关的存款占总存款的4% 所以你看到没有 他的整个的资产负债表 以及他现在投资的债券规模和余额来讲 和硅谷银行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他在随后大幅反弹超过30% 最终只下跌了14.84% 这个让今天超底FRB的机构们 捡了一个超级大的大便宜 30%的便宜 一天之内就被捡到了 其实我们说只要把账目摆出来 你就会发现 不是所有的区域性的银行 都和硅谷银行一样 市场还是比较明白的 硅谷银行的问题 它只是一个个案 那么很多朋友说 硅谷银行这边 它的存款能不能提出来 那些科技企业会不会有很大的问题 我觉得大家也不需要过多的担心 存款它现在有一千多亿 它的资产实际 我们扣除之后 它的亏空并没有这么多 它只需要一些时间 理清线索 然后做一个上后罢了 说不定哪个大银行 比如说浑水摸鱼 正好趁这个机会 把硅谷银行一口气给它给吃掉 它和雷曼兄弟当年倒闭的 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雷曼兄弟很大一部分 是因为在地产市场当时的爆雷 短期大量的减值冲击到此的 它不是说是一个普通的债券投资的亏损造成的 而地产的爆雷是在当时所有的银行业里边 全都有的问题 它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 所以我们才说有了一个系统性的危机 但是硅谷银行是自己的债券 它没有炒明白 它明知道存款在大量流失的情况下 流动性很有可能会失血 它还不做好债券的对冲风险准备 对吧 而且还想靠着募资过关 就是没有想到 只想募资22亿美金 其实你说算多吗 你在华尔街来看 在这些大的上市公司来 快22亿美金一点都不多 本来想靠这一点简单过关算了 没想到演化成了一个市值暴跌 对吧 60亿美金的一个大的损失 只能够说他们的管理层 自己管理有问题 那么你要说到管理层 估计有很多朋友也看到了 说他CEO之前卖股票 确实在这个爆雷前两周 在2月27号的时候 他是卖了360万美金的股票 但是他又买了同样股数的期权 保持自己的持股比例不变 尽管这笔交易是1月26号 就提前制定的预设计划 就是说他不是说临时起义 我今天想的不要报道 明天我就要卖股票 这是不允许的 内幕交易 高管是需要提前去预定的 不是所谓的临时起义 但是他在主观上 我认为他提前两个月 在一月份的时候 他一定就感觉到了这波危机 两个月的时间 他都不做好封控的措施 我只能说 还是他们的管理层有很大的问题 好 那么回到刚开始的问题上 那么硅谷银行会演化成金融的系统风险吗 我的答案很明确 不会 特别是对于很多的大型的银行来说 这一次的下跌 它都是机会而不是风险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今天的大型银行的股价表现 什么摩根大通 美国银行 还有富国 你看一看他们的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下面跌下去之后 放天量 这是天量抄底的资金有多少 所以这都是有大量的资金 在抢筹的一个表现 那么今天我比较的可惜 这个就是关于BAC 今天是有事错过了BAC下探28.9 因为28.9本身就是我的一个预计的 要加仓4%的一个附近 就是28.1到30.4 我当然希望越靠近下线的28.1越好了 结果这个行情走的太快 一下去后来错过了 等我回来的时候 发现它都已经跑到快30块了 错过了减便宜的一个机会 所以今天到最后就没有买 我想等一等 等一等的看看它下个星期 还有没有再往下走一些的机会 但不一定能再走到像28.9这么低 但总之在这个范围之内 我还是准备把这个仓位要给加进去的 因为我之前讲过 我卖掉BAC是为了避免短期的技术面下行的风险 它技术面现在下行风险不都走完了吗 两天 对吧 我是前天卖的 两天它就把这个技术面的下跌全走完了 既然走完了 走到了下方的支撑水平了 知道了走到了我的买点了 那就该买回来就可以买回来了 尽管中间只隔了两天 大家说刚买刚卖就买 这不有毛病吗 但是价格差很多 来来回回差了10% 好 这个就是对于BAC 后面我还是会坚决买回来的 所以对于大型的银行来讲 我认为都是机遇比较的好 其实我们说大家可能还比较关心的 就是今天的大盘在破位之后 后面会怎么走的一个问题 其实我在之前 如果长期去跟咱们节目的朋友 一定会知道 很多时候 我经常到了关键的 接近的一些关键点位的时候 会反复的提醒 如果这个点位破了 会怎么样 如果那个点位破了 后面的会怎么样 其实就跟下棋一样对吧 你下一步往后多看几步 这样的话你不至于说手忙脚乱 其实之前讲过 如果是短期的行情 短期的要结束上方这个魔豆腐 那么要么就是跌破3900 要么就是涨破上方的4250点 这就是一个短期的行情的分水里 现在既然我们已经跌破了3900点 说明短期的趋势已经非常的明朗了 那么相应的方案也就出来了 包括今天的低点在内 今天的低点实际上最低的时候是去到了3846点 已经是到了我给的3850点的范围之内 但是今天我把上方下方的3700点的位置 原来我写的是3800的3850 我做了一个更加精确的一个下调 更加精确这样避免有一些误差 有一些盘中刺破的情况 3760点到3850点 这是现在短期的一个下方的支撑 这个位置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说三遍非常重要的 它是去年10月份以来 从这里从3491点这一轮反弹以来 在这一轮熊市反弹最后的防守位置 它决定了中期行情能否再次反弹 还是要走心低 反弹还是走心低的最关键的位置在这里 刚才我讲了3900 4250 都是一个属于短期行情的一个分水里 但这里是中期行情 3900点短期行情磨了两个月 如果是中期行情会比两个月更长 比如一个季度甚至半年一年的行情 所以这个位置成为了一个重要的 未来一个较长时间的 我们要观察它能不能去破的一个地方 也就是说如果从操作层面上来讲 对于多头来讲 看多的朋友来讲 如果你看涨一个季度以上的行情 这个位置 下探这个位置 就是你做中期行情的进场的位置 如果你看跌一个季度以上的行情 那么跌破这里就会比跌破3900点 你做空会获得更加丰富的利润 因为它可以走的空间 想象力就非常之大了 以上都是对于操作指数的朋友来说的 指数的朋友 因为我这里讲的是指数的方向 如果你操作的是个股 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比如刚刚讲过的大型银行 它在这个位置 对吧 如果继续下探到这个位置 很明显已经进入了我的买点区域 因为大型银行到时候也会往下下挫 那么对我来讲 就是我会买回标的的位置 因为银行股很多的大型银行 已经是涉嫌低估了 后续的估值风险 是经济走坏超预期 坏账损失拨备超预期 这是我们说要考虑的一个风险 但是现在由于部分的股票 像BAC这样的 它已经是被低估了 它的估值的下限 给过大家是33块钱 对吧 现在已经被低估了10%了 如果能跌到28块钱 能低估15%了 你就当它后面坏账损失拨备 下调15% 它这个价格也已经进入进去了 你其实从长期来看 你也并不亏 更别说现在还没有看到 这样的一个下调 对吧 所以我们就说 这里是我准备会去买入 和借入的一个位置 这是一个对于金融股来讲 我会去做这个位置 还有就是别的一些股票 比方说我的持仓股里边 微软这样的股票 还有准备建仓的 像谷歌这样的股票 在科技股里边 它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 科技股有的股票是被高估的 比如我们经常说的 英伟达 它是肯定妥妥的 被高估的一只股票 对吧 它是存在有下行风险的 但是它什么时候跌 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肯定是不追 但是有一些股票 属于在中间位置摩擦的 比如微软 它是属于在中间位置 靠下下线的位置 这个位置在摩擦的 它也不算便宜 但是你也谈不上很贵 但是如果再跌一跌 那它可能就更加划算一些 中间只靠下一点点 有一些是属于被低估的股票 比如像谷歌 对吧 我一直说我要建仓的谷歌 它在我的估值体系里边 它就是属于被低估的股票 是我准备要去建仓的股票 所以每一只股票的情况都不一样 那么如果从个股上 你要考虑的逻辑是 如果大盘跌到下方的强支撑 能不能买 取决于你的个股在什么位置 高估的是长线的 这种想买的是坚决不要买 不能买 那么低估和在中间的 你可以作为我来讲 我也可以少量的去尝试 但是你要留出仓位 不是一次在一个地方买满 防止破位后更大幅度的下跌 更大幅度的下跌 如果跌穿到这个地方 大家知道下一步 有可能最大的下跌幅度 会去到哪 跌到376跌穿之后 3500点附近肯定会支撑挣扎一下 但是最大潜在的下跌幅度 是有可能会跌到3200点到3400点的 所以这么大一段空间 你估值肯定要杀的更厉害 是不是 所以你不能在上方 马上你就很快的中仓就进去了 那是不科学的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 会买一些我想要的股票 但是我的总仓位 不会超过50% 现在我的持仓 在前几天减仓清仓一些股票之后 目前是35%的一个正股持仓 如果买了一些仓位 那预计就是40%左右 40出个头 差不多也不会到50%左右 这就是我一个准备 剩下的仓位 接着往下去等 或者等时间 推迟 如果到了下半年情况有所改善 市场变得不太一样的时候 那么那个时候 再考虑要不要去提高 我要买入的目标价 所以现在时间 还稍微早了一点点 这是我的一个考量 好 那么至于短线的做波段 做投机的朋友 那么现在你就按照技术点位 去做就好了 短线的波动范围 现在变成了3760点和4000 在这个范围内 不是3900 是3760到4000的波动范围 在这里边 哪边破位 走哪边 好吧 这是短期 如果又反弹回到4000上了 那不好意思 又跑到上方的摩豆腐了 又要去4000到4250了 但是现在下方的位置 就下移到了3760这个位置 短期就看这里 好吧 所以这是我们说 现在你做短有做短的看法 做长有做长的一个做法 好 这个就是今天跟大家总结的 关于后续行情 以及目前的一个整体市场的 关于金融系统风险的一个总结 到了周末 想和大家来总结一个比较 我认为是很重要的一个年度前瞻 因为整个Q4的财报已经是几乎出完了 那么这里边对于2023年的Q4的标普的板块 就是标普就有11个板块 还有几个一些热门的小的行业板块 我给大家做一个 他们在23年和24年目前模型的预测的 EPS的增速更新 包括在23年的Q1Q2Q3Q4 四个季度的更新的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 哪些行业是属于增速强劲的板块 哪些还会深陷衰退 所以无论你是做指数也好 那么你挑选强势板块 那你做个股也好 在强势板块里面挑强势个股 总比挑一些衰退预期的 连续衰退的要好得多 对不对 所以这一期和大家讲一讲关键的数据 这是一个重要的年度前瞻 好 然后到了周末的时候 周日会去更新Ryno答疑的答疑帖子 如果大家加入这个级别 有问题 你就去找社区里带有QA标志的帖子 每天在里面提问 每天我都会抽空回答 好 这个星期的行情非常的精彩 看看下周的CPI 会不会带来更加刺激的波动行情 那么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点赞转发 祝大家周末愉快 咱们就下周同一时间 再见